带你来聆听美妙的歌声 还记得三年前曾到湾区演出的 原声同声合唱团吗 现在再度到湾区来献身了 也引起桥界热烈的回响哦 那么当天全场2700个座位全部刻满 合唱团一共演唱22首歌曲 包括布农语以及中英馆经典歌曲等曲目 而原声儿童合唱团的荣誉团长 也是前总统夫人周美清 也特别到场 为这群台湾孩子加加油 成立八年的台湾原声同声合唱团 受邀到美国五大城市 进行围棋两个礼拜的巡回演出 所到之处都受到观众热情回响 第一站来到魁为三年的顺和熙 驻旧金山办事处长马忠林 首先为在座贵宾 包括加州众议员朱感生 库比蒂诺市长张昭富 密尔比达市长爱和谐等主流政要 介绍原声同声合唱团成立的由来 当天还有一位神秘嘉宾 就是原声同声合唱团荣誉团长 前总统夫人周美清 他特别出席为这群原民孩子加油打气 也希望更多人听到纯净的台湾之声 这次演出地点在湾区迁徙基督教堂 孩子们首先演唱美国国歌 以及中华民国国歌 随后是布农足语的拍首歌 清透的嗓音响彻云霄 也撼动了在场所有观众的心 这次演出阵容中有许多人 都是上一批成员的弟弟或妹妹 他们代表着新一代的力量 也带来台湾正在萌芽的希望之声 台长马米德表示 为了这次北美巡回演出 孩子们从三月开始紧锣密鼓的练习 虽然演出曲目有一半是新曲 但是合唱团的表现没有让他失望 其中包括一首高难度的布农鼓调 孩子们也表现得可圈可点 当天安排的演出嘉宾 是ACC阿弥陀佛关怀中心愿童 带来多首经典的国台课语歌曲 同样引起广大回响 一首又一首熟悉的旋律 让台下侨胞回忆起故乡的美好 而主流贵宾们也看到台湾原名孩童 即使在艰困的环境中仍然逆风前行 在玉山顶端用最美的歌声绽放光芒 台湾宏观电视黄本出 美国圣河西采访报导 在玉山顶端用最新的一切